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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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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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个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V Q的平方 假如 对准记者 李宗盛 这个V 它最后的电能 你看是二分之一 不是不是一个Q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 我们可以用这一项 你要求二分之一顶 平行平行平行 那电容 那我们就得 我们用这一顶 电能量 它是一顶 电能之一顶 这就是电能 为例 我们说 电能量 我们在这里 好 现在我们 这一顶 可以写好 是一顶 写的 二分之一 就会有电能 上面 你要用 V 还是求V C 方法 那一顶 那一顶 这个我们 大于 我们可以做一个 然后再求 面移面移 怎么取 我们看 这一顶 这一顶 一平方 这顶 这一顶 这一顶 電荷是分布在全部的體積裡頭 那你要怎麼做 譬如說我們現在畫一下 這不是導體 不是導體 它的電荷分布在這個裡頭 它求系統之電能 能不能用這個做 能不能用這個做 可不可以用21分之Q平方啊 這是不是一個電容器啊 不是電容器 電容器是導體啊 這個是絕緣體啊 這不是電容器 所以我們講的這三種形態的 都不能用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電燃等於二分之一 Y0e平方 低拖 用這個做 於是你就用高斯電力球 電廠 裡頭也有電廠喔 外頭也有電廠喔 低拖還是這麼取 然後你積分的時候啊 你這個 因為電廠有兩個區域嘛 小於大R是另外一種電廠 大R與大R又是另外一種電廠 所以你就必須要把這個 這個要分開來計 OK 這個是從R 從0到2 再加上1分之1 Y0e平方低拖 從R到無限遠 這兩個1不一樣啊 兩個1不一樣啊 這兩個1不一樣 你們回去做做看 這個是多少 回去做 這就是我講電燃的這種取法 好 那麼電燃的單位啊 是交耳 我們有好幾種的求法 電燃 比如說 我說過這裡是V的話 我把Q的電荷 從這裡移到這裡來 它的電燃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寫 U 也寫EP也可以 EP1等於Q乘上V 這是一種啊 另外呢 比如說我兩個點電荷 Q1這個是Q2 當中斷徑是R的時候呢 你看這個系統的電燃 我可以把它寫成 4Pi Epsilon0R分之Q1 Q2 這也是電燃 那現在我們用的這個方法 Capacitance 你看我們又有好多種 2 2 C分之Q平方 等於2分之1 CV平方 等於2分之1 QV 這又是一種 然後 第一套 我們總共學了這4種 總共學了這4種 單位都是焦耳 好 我們現在看這個電燃的單位 我們從這個來看好了 我們說電燃的單位 用焦耳 焦耳 那也就是說 我們拿一個 我們說一個焦耳 跟EV 焦耳是一種能量 另外還有一種能量叫做EV Electron Volt Electron Volt 就是說一個EV 它是等於一個 1 1是1.6 乘10的-19之方庫輪 然後乘上 福特 福特是等於什麼 福特 福特就是 對一個單位的正電荷 做一焦耳的工 所以它是Coulomb Perjor 它是Jure Perculent 這是Vote Vote呢 一個Vote 就等於一個 一個這個 Coulomb Perjor 一個Coulomb Perjor 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 Vote 是等於Jure Perculent Jure Perculent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寫成 這也就是等於一個 Jure Perculent 所以它是等於1.6 乘10的-19之方個Jure 這個要記起來 一個EV 一個EV 就是1.6乘10的-19之方個焦耳 能量可以用焦耳來表示 也可以用EV表示 常常用 在電穴裡面或者近代物理裡面 常常用EV表示 OK 好 那麼電容器 我們介紹到這裡